红色魔术师的火焰真能烧死终极生物卡兹吗? 终极生物是周周里肉体强度最高的面板怪 不论是早期的吸血鬼柱之男 还是后来的替身能力 都找不出一个能够堪逼卡兹的怪物出来 但版本迭代后 能够对抗终极生物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多 比如阿布德尔的红色魔术师 不少人都分析 红色魔术师的火焰就是卡兹的克星 这个推论的依据就是阿布德尔自信能在瞬间把钢铁融化掉 以致要把钢铁融化的温度要接近2000度 要想在瞬间融化 那么温度起码要超过3000度 单凭肉体的话 终极生物的是扛不住岩浆的 在掉入火伤口后 卡兹的身体已经开始融化了 最初卡兹想尝试利用护甲抵挡岩浆结果完全没用 最后是用空气层隔绝了岩浆 这就说明 正常情况下 阿布德尔的火焰烧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岩浆的温度普遍在900到1200度之间 最高也不过是1300度 红色魔术师正常的火焰温度 已经足够对付终极生物了 就算卡兹可以使用类似空气壳之类的防护罩 也不太可能抵挡住3000度的高温 不过这个前提是卡兹站着不动 给阿布德尔打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